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妹 我今天就到五表书家去学习一刹 因为他家养的鹅好大一个 而且刹了好多蛋 我就加一点水果去学习 因为他家也没有种药水果 我就进去里面来摘了 小鸡是熟透的摘给他吃 好看吗 好看吗 在满意空了 我现在就去他养额的地方去看 我再来啦 们家里外人呢 Shen 到了这里就是以冬北要书家呢 哈哈哈好多狗啊 我又在这里叫啦 哈哈哈哈 刚才那个是老表 就是我本书的儿子 现在他要带我去看他的儿子 哈哈 辣椰好 没错啊 他送额蛋在里面 我要顺便捡一点回家 哈哈 看一下这些儿都是跑这里撒蛋的 哈哈哈哈 这里还有三个儿 都在这里生蛋 一般他生蛋的时候 你怎么拉他都不会出来的 只要把那个蛋生了出来 以后他才会走的 呵 下去来了 哈哈 好大一个啊 四个儿子 可能三个四个鸡蛋 才有一个儿子这么大 这边也有 哈哈哈哈 太大一个了 我家的鹅都不撒蛋了 哈哈 咱见了 剪了几个就得了伴郎 哈哈 剪了这么多 还有那三鸡鹅 还在那里撒蛋 他晒好了 然后再过来剪一次 哈哈 看到我一眼了 哈哈 我先把这些鹅蛋放好 因为这个鹅蛋还可以上 那个小鹅出来的 这个鹅在这个油塘旁边 这里走的 平时都是在这里 撒蛋的时候才回家 那个最大一个的 都是老公鹅 挨九的就是老母鹅 一般都是三到四年就要换一匹了 因为他上一个鹅蛋 又来做种的 哈哈 哈哈 小鹅 这老公鹅 他说这个小鹅 养八十多天就可以卖了 这里面都有300的小鹅 一斤母鹅 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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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都有四十几鹅蛋 所以他养了好几把 今天已经学习到了 我老表爷给了几个鹅蛋 给我拿回去 这么大一个鹅蛋 那我也该回家了 直接也不找了 如果大家喜欢吃牛蛋的 就到我老表家了 喜欢小妹的视频 记得点击按钮 我们上期再见了 拜拜 大家想了解 走妹最新鲜的头特产 请点击屏幕 右下方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关注巧妇走妹